警方使用水柱不斷噴灑反核人士 就是要在早上之前将中校西路附近道路清空 一如台北市长郝伦斌说的 周一上班日要将中校西路还给台北市民 让交通顺畅 所以凌晨两点半震报警察集结 凌晨两点五十分最后通点 水车开始行动不断水柱强力驱赶 试图让民众自行离开 反核民众身上套的简便型雨衣 挡不住水车一波接着一波的猛烈攻势 现场尖叫声四起 水公之中警方试图拉人 警民开始爆发接连的激烈冲突 警方使用口袋战术包围 将人群推进到中山北路跟中校西路口 但还是有数百人占地不退 一整夜下来抗议驱离警民冲突不断 其中也有一名警察落单 遭到反核民众围起来 警民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警方从中校西路游西往东往管前路 南洋街公园路逐步推进青红路面 抗议民众陆续退到中校西路 和中山南路口 六点四十分左右 警方再度出动喷水车 向恶度聚集在中山北路 和中校西路口的反核民众喷水 因为遭到驱离人数不断减少 警方开始将现场反核人士抬走 警方一整夜喷水四十五次 驱离民众 加上不断驱赶以及台人 一直到上午七点 中山北路和中校西路交通 才大致恢复清空 实际上是无论特别事才看到